又要正常這樣子 蛤 那你沒有交過就交到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衣服任務 耶 我們今天又邀請到我周旋醫師了 哈囉 大家好 好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麼新奇的東西呢 在上一集我們有跟大家說過 我們現在居然可以在我們屋上找到 自己割包皮的東西耶 這到底是可以的嗎 我鄭重的跟大家建議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因為大家受傷 對 要受傷的 千萬不要自己在家裡做這個行為 好嗎 你在自己家裡割包皮 不管那個器械多進步 你要想像 你一塊皮突然要從身上被拿掉 它會產生一個傷口 所以有傷口就會第一個疼痛 所以你怎麼止痛這件事情 你千萬不要覺得你咬一根棍子 你就可以止痛 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出血 這個出血又比疼痛更困難 因為當它出血的時候 你要怎麼止血 所以這個疼痛 止血 然後另外再來就是感染 你的消毒有沒有完全 好 比如說 那我拿那個酒精噴一噴就好了 你先拿酒精噴噴看自己的音頻 你應該會整個發瘋成這樣 你都不用咬 你光噴完你就已經受不了了 所以說這件事情千萬不要省這個錢 好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我們今天就要來為大家揭開這個包皮槍的神秘面紗 一般淘寶上在賣的東西 應該就是所謂的叫做一次性的包皮環切器 簡單說它就叫做包皮槍 目前台灣的合法的包皮槍大概有兩家廠商 那我們在操作這個包皮槍之前 我們要先量size 女生有ABCDEF罩杯 男生也有 各種鳥杯 也有各種鳥杯 就是有各種大小 但是千萬不要想說 哎呀 是誰這麼倒楣這麼小 好 它便沒有倒楣 因為它就是五歲 它就是六歲 它是小朋友 小朋友當然這麼小 那一般大人比較常見的尺寸 大概就是這三個 就是我們叫做26 30 跟36 好 這是一個型號 這也沒什麼 就是代表它尺寸的大小 一般常見大概就是三個 我們怎麼選 就是把這個 我們這個印鏡這樣放進去 好 太鬆了 我們再換一個 太鬆了 好 這樣 我的大拇指就是21號 類似這樣 好 那你選好這個尺寸之後 那我們就會 其實我想問 所以在量的時候它是需要薄琴嗎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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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薄琴 就是正常的 正常的情況 對 正常這樣做不到 蛤 那你沒有交給我 就懂了 被擺個陣子 回去被我老公走 好 我告訴你 有 有 不好意思 那這個 選好以後呢 我們這個就會有一個型號 有沒有 OK 就有一個型號 那我們量好之後 當然醫生還要做一些設置 就是說我們醫生還是會量 比如說有的人想要 稍微留多一點點 每個人會有個人的喜好 這個東西它就是保護我們的龜頭 那就是這樣子放進去 穿過包皮 然後蓋進去 那你的龜頭就會保護住 所以包皮會在這個外面 對 然後 對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有做一些記號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 抓得準那個位置 那這時候呢 我們確定好好的位置以後 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放進去 所以皮就會在這個中間 這兩個中間 它就塞在裡面 好 塞在裡面之後呢 那我們就要把它固定起來 然後固定起來之後呢 確定都沒問題了 好 然後就會請助手 就是準備計時 那我們把安全閥打開之後呢 那我們就 只要 兩手 它裡面呢 切斷包皮的同時呢 它就會有釘子 像釘出這樣 啪啪啪啪啪啪 就把整圈就定了 喔 就這邊縫合了 就縫合了 就縫合了 OK 那等到 30秒到了以後 我們就把它放開 把這個東西放鬆之後呢 我們就要 一推 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 那你剛剛切掉那一圈包皮 就會在這裡 那這樣切它也是會流血嗎 有可能喔 所以說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你不能自己在家裡做 它設計的已經算我認為非常厲害 就是說它這樣一圈 就直接釘上去 但是它釘子跟釘子中間 其實還是有可能有一點小縫隙 陰莖表皮 有一些血管是稍微比較粗的 它有時候釘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釘得那麼準 所以它還是有這個封形 打開之後發現它有一點點粗形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時候可能就需要再縫兩針 可能縫合一下 稍微做個直斜的動作 那縫完之後還需要來拆線嗎 它不用拆線 但是 因為它是釘子 那釘子它是不可吸收的 所以它來拔釘子 通常不需要 你等到傷控好了以後 理論上 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輕輕幫它搓一搓 它那個釘子就會掉 如果癒合了 因為它密起來 癒合了嗎 然後它釘子就會掉 但是的確 因為有的人太害怕 有些病人是這樣 你不能想像一個釘子 釘在這個 陰莖上的一個感覺 所以它覺得它不敢碰 它不敢碰 但你不碰它 它就不會掉 所以我們的確就會遇到說 那它釘子沒掉 我要幫它拆釘子 所以這是 目前來講 就是說包皮腔 它有時候可能會遇到 我認為 比較麻煩的問題 可是它如果在自己輕的時候 其實也是會有一點疼痛 對不對 因為它還是有一點點傷口 還是接下來 它的疼痛 比較起傳統 或是雷射來講 應該算最不同 以我們做的案例 到現在來看的話 它的疼痛跟腫脹度 都是算是最輕微的 那在這邊我們有聽說 就是割荒皮的時候 注入像是玻尿酸 或是膠原蛋白 它可以舒緩 就是束後的疼痛 也能順便增大 陰莖尺寸的做法 那網友是說 這樣子真的會比較不痛嗎 利用打玻尿酸跟膠原蛋白 來減少疼痛 這個應該不太正確 我真的嗎 對它是不太能夠減緩你的疼痛 好因為膠原蛋白或玻尿酸 其實你們也做過很多主題嘛 這個東西它裡面沒有任何含有麻醉的成分 所以你靠這個來止痛應該是不對的 但是你說可不可以增大可以 那一般來說我們現在比較常處理的是說 打在龜頭上面的增大 但是你說要打在割包皮那個傷口的增大 那應該沒有用 如果你要增大的話 那就是我們前面有提過 之前有一集我有講過 就是說可以做這個包皮的回收 我們可以把這個包皮皮下組織把它折疊進去 好那那個效果我覺得比玻尿酸或膠原蛋白來講的話 會比較好 甚至於更好 因為它是不會消失的 不會吸收的 那玻尿酸跟膠原蛋白它還是會吸收的 好那針對這個包皮槍呢 一下還有什麼要叮嚀我們鏡頭前面的觀眾呢 好那我最後再講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剛剛講 包皮槍雖然是未來的趨勢 但是它還有一個限制 就是說我們前面才提到這個所謂的包皮的回收術 如果你選了包皮槍 它就沒有辦法操作包皮回收術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過包皮槍它是一體產品 咔嚓就切過去了 你如果要包皮回收 你必須要先把它收進去之後 然後你再固定什麼的 你就必須一開始在有傷口的情況下這樣操作 你才有辦法處理 所以說大家就是網友們大家在評估的時候 大家也要想一下 如果你有考慮 比如說你想要藉由割包皮這個手術來增出你的陰莖的話 那你可能就比較不適合選擇這個包皮槍 那除了剛剛醫師的叮嚀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比較好奇的就是 關於這些更包皮的技術 它的費用大概都落在 大概最好 真的非常好奇 費用請打下面這個專輯 那坦白講 包皮槍是裡面比較貴 那貴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個是屬於就是 泡氣式的器械 有耗材 它是耗材 我們也會問客戶 除了包皮可以帶回家做紀念之外 你的槍 你也可以帶回家做紀念 因為這一次性的使用 然後還有連同這個 這個東西 這樣一組 一組 對 然後做完以後 我還會簽名 簽上我的名字 這個因為它拋棄式器械 這個概念大家都懂 你一次性的器械 本來就是 它的貴是貴在這個成本 對 要不然手術的費用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目前這個市場上的行情 就是包皮槍的部分 因為有兩個品牌 但是價格大概差不多 如果你在大醫院 或是在像我們診所端 選這個手術的話 一般大概都要落在 三萬多到五萬塊這個空間 只是說大概每個醫院 還有不同的算法 有的它是每次來都還要再掛號費 那像我們的話 就是一個全包的一個價格 你只要一個費用 就從諮詢到手術到患藥到 如果真的不幸需要拆釘子 這全部的費用就一口氣 那你做大好了 對 那另外像雷射啦 或是傳統啦 也是看每家醫院會有不同 雷射的這個機器也會有不同 所以說可能從五六千塊 到大概三四萬 我都聽過 甚至於我在網路上 我還有聽過 有一家就是用雷射割包皮 他收到好像六萬還是八萬 那今天真的是非常開心 可以邀請到網路上醫師 再來我們每一齣任務 跟我們一起分享這個 神奇的新的儀器 儀式器 環切割包儀器 是吧 那我最後只想再講一句話 好 就是說呢 每一個男生 你割包皮這件事情 我猜你一輩子 大概只會做一次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謹慎的 評估 不要隨便自己來好嗎 不是什麼事情都可以DIY 對 那今天非常感謝網路上醫師 我們的美衣廚任務圓滿成功 拜拜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